我很富有 我的疆土是一片海域 我很高傲 朋友都叫我灯塔想 我的家族事业 跟海域息息相关 任何一条船 想要进港都得靠我 我的心愿 是让每一个船舶 找到回家的方向 我 事业超群 今天来到我是演说家 我要来介绍我的家都市 好 超群 你说 我们听 我呢 是一名守塔人 说到守塔呢 大家第一反应 可能就是英雄联盟 但是呢 我守的 就是给航船指引方向的灯塔 在中国一万八千公里的 海岸线上 有着一百八十八座 这样的灯塔 我就是在其中一座 有着一百五十多年历史的 七旅灯塔上 大家有没有听过事实呢 就是古时候 他们把自己的钱财啊 爵味啊 通过血脉 一代代传下去的 我以为这样的事 到了现代 早就已经不存在了 谁知道 二零一三年 我爸却把这样一份工作 传到了我手里 我们家传到我呢 已经第五代了 故事啊 得从真真祖父那年说起 他从清光十年间 就开始首塔了 一首就是四十年 我当时非常纳闷啊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 没有网络 真眼是大海 闭眼是海风 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当年老爷子是幸运 一九零一年之后的四十年 中国不停了经济的战争 和动乱 曾真祖父靠着首塔 养活了一家人 不管朝代再怎么变 但是船还是要走的 灯塔呢 也还是要亮的 我的曾祖父 在他成年后 他也只成复业 上岛首塔了 但他并没有像我的真真祖父那样 首满四十年 当他首到第二十年的时候 岛上经历了一次台风 他为拯救岛上的捕鞠船 不幸被海浪卷走了 再也没有尚爱 五岁的爷爷 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 在大海中挣扎浮沉 看着母亲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一瞬间 他仿佛就长大 他曾经说 五岁之前的事 他早就不记得 但那一天 他永远都不会忘记 到了爷爷二十岁的时候 曾曾祖父 又一次鼓动他 上岛去首塔 可能外人 非常的不能理解 明明自己的儿子 因为这样一份事业 葬生了大海 为什么 还要让自己的孙子 从操就业呢 新中国成立之初 我们的国家 正在蓬勃发展 灯塔作为当时最重要的 助导航设施 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其实爷爷 可以把自己的热血 回想在自己的事业当中 但命运 却又一次 和他开了一个 无情的玩笑 1971年 他留在了灯塔上过年 他写信给妻子 希望他带着小女儿 到岛上来团圆的 但船来了 船老大告诉他 你妻子得了重病 让我带你下去看看他 到了医院 本以为是拒的病房 医生 却带他来到停尸间的门口 轻轻推开大门 屋子里放着一张 很大很大的床 妻子躺在一头 小女儿躺在另一头 如塔石一般的汉子 突然间就倒下 谁曾想 就在前一天晚上 奶奶和小姑姑 去探望爷爷的途中 遇到了海难 不幸去世了 这片大海 对爷爷 真的是太不公平 不仅夺走了他的父亲 现在 又夺走了他的妻子 和小女儿 但恰恰是这样 更坚定了 他手探的信念 望着这片海 就像看着那些 远去的亲人吧 爷爷说 他要把工作干得更好 不能让塔失灭了 也不希望 这样的海难 再次发生 他还说 塔不能不守 那是航海人 安全的指引啊 就是这样的信念 让他守了 四十年 其实当年我爸呢 他也有 更好的选择 他在舟山 一个叫盛四的小岛上 开着拖拉机 每个月呢 有 一百二十多块钱的收入吧 但是上了岛 只有 二十三块 但是最后 我父亲 还是选择了去守塔 因为灯塔 对我们家呢 不仅是一份职业的坚守 更多的 我觉得 更像是农民 对于土地的眷恋吧 我们守护着他 他 也养育了我们 一代 又一代 四十年 又四十年 现在 轮到了我 每天 早上七点 把柴油纸打开 给岛上 共产生活用电 然后 给灯塔 蓄电池充满电 每隔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就是 自防巡检一下 每过一天呢 日历本 就要撕掉一夜 但是我不知道 过了今天 明天 又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曾经在岛上 养过一只小狗 可没过多久 连狗 都一羽了 手塔对我来说呢 真的是世界上 最枯燥 最乏味 也是最无趣的工作 没有质疑 在我 开始工作 半年后的一天 我所在的岛屿 挖起了大风 忽然一道闪电 击中了灯塔 屋子里陷入了一片黑暗 大地都在震产 我害怕极了 但作为手塔人 我还是冲到了风雨中 一口气 爬到16米高的灯塔上 看着天空中 电光交织 闪电 编织成了珠网状 顾不上害怕 我就开始检修了 发现主灯控制板被击穿了 一组给被灯供电的电池 也坏了 主灯和被灯同时不亮 这可是重大的安全事故 如果在落日后一小时 塔灯不能发光 我们就得发航海通告了 附近海域的船只 也只能被迫停航了 幸好 经过同事们共同的努力 晚上7点 灯塔修复了 在塔灯亮起的那一刻 我真的想高喊一句 德马西亚 人在 塔在 我们一家五代 守灯塔 从最初的煤油灯 到后来的电灯法光 靠着透镜 把光源巨集 发射到20海里之外 时代在更迭 设备在变换 但我们一家 守塔的信念 却没有改变 因为灯塔 对于过往的船只来说 它 就是希望 在黑暗和迷雾中 指引航船 给他们带来信心 与温暖 我知道世界上 还有很多工作 更加的了不起 但是我觉得 没有一件事 比给人以希望 更加的伟大 我 叫叶超廷 是一名年轻的守塔人 如果大家 沉船路过 浙江海域 在宁波的海岸线上 看到那一抹 最温暖的灯光 那就是我 谢谢大家 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